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说在书里头叫放声 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之中 大家都应该要有放声的概念 那么这一篇文章是由佛光山的开山星云大师所著作 那么收录在百年佛缘之中 那么这一篇一共分有四段 我是很真心忠心的希望我们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拥有这一本书 这一本宝典 那么如果您手上有书的话 您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共分有四段 那么从第一段大师主要是注解 什么叫做放声 这所谓的放声者 就是要重视生态 给予众生一个无有恐怖 安全无余的环境 各位这样听就知道 一般人概念中的放声 都是说我去市场买些鱼去放 甚至于很糟糕 我看到有些人他还要去下order 就是去注文 事先去下订单 说我明天要过生日了 麻烦你帮我抓多少鱼 或者抓多少鸟 让我来放声 这真是一大错误 所以这个开宗明义第一段 大师很清楚的就指出 说所谓的放声 不是只有动物的生命而已 而是包含要重视生态 要给予众生一个无有恐怖 安全无余的环境 所以不是只有事关生命 其实包含护身就是保护 你让这些众生可以很安心 不会再恐怖这种担心 或者不安全的环境之中 那么大师后头再讲 说比方 不在西边垂钓 不虐打动物 对生命不残杀 对生态不破坏 就是最好的放声 所以我觉得大师 在注解放声的时候 做了非常精简而有力的 两大方向 全部含阔的一个注解 就是对生命不残杀 对生态不破坏 这个两大方向 其实真的是已经包含了所有的 放声的范围跟概念 所以对我们观众朋友们来说 我很希望大家就是比较广义的 这个扩大的去认识 什么叫做这个放声 那在第二段里头 大师提到说 佛教以人为本 在放声之上更应该提倡放人 这句话我真是太欣赏了 刚刚提到说 放声的最好的注解 就是两大方向 第一是对生命是不伤害 第二是对生态是不破坏 但是现在大师在进一步的讲 也不是只有放眼望出去 就是一些动物 一些环境 一般人也就是注意这两方面 但大师把他的层次更提升 再加上一条叫放人 放人怎么放 你可能会想 我又没有抓人 我怎么放人 其实要看一下大师的解释 所谓放人 是放人一条深路 各位就要想一想了 你有因缘可以放人一条深路吗 真的有时候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这个当然是人讲 放人一条深路的一个理解 那大师的这个解释又更积极 叫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还要再给人离苦 给人救济 给人姻缘 其实各位这样一听 怎么都是给人给人 也就是说 这个放声不是狭义的 它更广义的 因为一般的人 你说你要跑去市场 买一些乌龟去放 还真不是随时都有这个机会 你说这个要环保 环保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是刻不容缓 它是可以讲 是我们全地球上 所有的人类 共通的一堂功课 这个范围又很广 它是无始不在 你都要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是生态环保 那大师讲的这个放人 其实就在你的起心动念之间 就在你的身边 所有的人事物里头 你都可以做得到 给人信心 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 给人方便 只要你愿意 不是消极被动 而是很积极主动的 就是你不用等人家来求你了 好吧 我这次绕过你 放你一条路 不是这样子 是采取主动的姿态 就是这个人生的态度 是就像观音菩萨 他为什么叫观音 就是他不是等着人家来求他 他才出动的 他是主动的 积极的去找寻需要 协助的对象 所以作为一个慈悲的人来说 就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来讲 大家都是有缘人 您可以打开人间卫视 然后看到大师今天提出的放人 这所谓闻善法要着意 大家把这句话听进去 不是只有放声放声 尤其现在我知道在 比如讲有些地区 特别在中国大陆地区 许多刚刚学佛的人 他知道要念佛 他知道要放声要行善 可是放声也要正确 不然的话就好像 大师在第三段里头提到的 说要谨慎 是不是也有可能 想要放声结果放屎的情况 这是什么情况 我要举例来讲 好多年前 我在加拿大的 温哥华佛光山服务 有一次接受到 一个慈善组织的邀请 说他们租了一艘 每年固定的 租一艘大邮轮 然后就要佛教徒 善心人士上船 那参与他们去放声的善行 那当然他们就事先准备了 好像是五百大桶吧 他又是放鱼 很大的桶子 好像比大垃圾桶还大的 那每一桶里头据说 不知道五百条鱼还是多少 那么那船就要开到这个海上 之后就在诵经 归一 这个祈福 仪式完之后 就要把这个一桶一桶的鱼 倒到海里头去 那这样子的邀请 我因为第一次收到 那一天我刚好有事情不能去 我就请佛官会的会长 带着一些会员 他们代表去参与 总是与人为善 那这个去了 回来之后我问 今天这个活动怎么样 他们没有那种行善之后的欢喜 个个好像有所忧虑的 觉得很抱歉的就跟我讲 说师父 以后可不可以不要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说放声很好 为什么不去 他们说那个是放屎 眼睁睁 第一是他根本还没有 把这个鱼倒到海里头去 他那一桶一桶的鱼 他说其实还没放生以前 那个因为那么几百条鱼 在一桶里头 那个水很有限 氧气不足 有些已经鱼腹朝上 已经大概是缺氧而死 鱼已经死了 然后有的还活着 倒到那个海里头去 结果被那个游轮的那个桨 好像吸进去 嚼死了 总是他们说 那么多就是几万条鱼倒下去 其实没有看到几条活的 很难过 很难过 我听了之后更难过 我想 哎呀 我很遗憾 就是一个慈善的组织 有心行善 却没有正确的方法 也没有正确的认识 那就会 方法不当了 就会像大师在这篇文章里头讲 第三段 说要小心 不要好心做坏事 就变成放死去了 那另外呢 放生也要有智慧啊 像我好像前几年吧 我就看到有一些报道 说有些人说放生 他去把毒蛇放到公园里头去 有好像几十年前 佛光山刚开山那个阶段 山下的人把那个乌龟买来 放到我们的放生池 结果乌龟就把鱼吃掉了 像这些都不当嘛 然后也有说 比如讲 它是这个淡水鱼 你把它放到大海 是咸水 这些你有好心 可是却做了坏事 就做了不当的事情 像这些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避免 只要你有正确的去认识 什么叫做放生 那么大师在第三段里头 更广义的就说到 说情与无情 同源总治 也就是说 哪怕是一镜花草 一支笔 一张桌椅 一块地毯 任何物品 它都有生命 应该善尽 维护它的功能 延长它的受用 创造它的价值 这是佛教对放生 广义的诠释 我也好喜欢这一段 广义的诠释 因为讲到说任何的物品 就是生命 我们一般人 所以人以人为本 我们讲生命 大概就看到 我身边的人是有生命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再有爱心的人 我家里头的宠物 猫猫狗狗 这都像我的家人一样 当然我们接触到的 云云众生 认识 不认识 你都会知道 凡是我辈 就是我们人类 都是有生命 我们肉眼看得到 所有动物 不管鸡鸭牛羊等等 通通都有生命 你可以理解得到 但是大师说 佛教广义的去说 放生 这所谓的生命 其实包含所有物种 所有存在的生命 所有包含无生 没有生命的 比如说一支笔 我常常形容 借用的叫做 比如我们常常写白板 板书上课的时候 有这个白板笔 白板笔 它有盖子 我看有的人 他拿麦克风讲课写 写完之后 这个笔没有套进去 就由他放着 它干 这支笔本来可以 可能用两百次 可能可以用三个月 但你只要摆着 三分钟 他就不能用了 你以为 哎呀 没水了 丢了 哎呀 其实这算不算杀生呢 他可以活三个月 用两百次 你呢 就帮他减瘦 就是减短的 他的这个使用的 这个时间 那所以 当然正确的使用 就是大师讲的说 要善尽 这个维护 他的功能 比如你用完了 你把笔盖盖回去 同时呢 可以的话 你把它立起来 立啊 是笔头朝下哦 让他的水往下 他可以写到最后一滴 像这样 那这样子你就 帮他 延长生命了 延长生命 就是消灾盐寿 就是放生的法门哦 所以要放生 没有那么难 你不用去找 千年的乌龟 你不用去找 哪里哪里的 灵寿 都不用 就是你手边 比如讲 你这衣服 以前的衣服啊 你可能穿 穿不到一年吧 都洗破了 现在的衣服 材质很好啊 其实你 你像我们的衣服 穿个十年 二十年都可以穿的 所以真正 很积极的 这种 就是我们讲 放生 要洗福 珍惜自己的福德因缘 也是积极的放生 然后洗缘 珍惜你身边 所有的因缘 这些通通都是 广义的 放生的定义 那么最后一段 大师用济语来做一个结束 说 谁到群生 性命为 一般骨肉 一般皮 劝君莫达 只头鸟 只在朝中 望母归 希望我们大家 有缘人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今天 放生的同时 放人家一条生路 放自己一条生路 只要有好的观念 必定有好的生活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